送水了 给我吧 老汤呢 不知道啊 他回来以后就没有出来过 已经在房间里待了一天了 谁知道他在干嘛呢 他不会又干什么傻事吧 不会吧 老汤 马门打开 老汤 老马开开门 哎 冯小姐 怎么样了 放开 哎呀 她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她不会真的又想不开了吧 我 我 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你们在这儿等着 冯小姐 把保家报告给我 哎 好 哎 千语 你去哪儿啊 我 我 你 要干嘛 我 我要救人 老汤出事了 我去救人 救人 怎么了 老汤出事了 我要去救人 你要干嘛 他房间在下面 我要下去啊 你先别着急 我帮你下去看看 好啊 老汤 那你从里面把门打开 我从外面进去啊 哦 好 老板 mily 开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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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门呐 开门呐 快门呐 怎么样了 还是打不开 没有人哪 老汤 让我来 你们在干什么 老板 老板 让死我了 没事吧 老板 都不还在吧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干干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刚才我在库房 还有得定锯的 要把这扇门给锯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老汤啊 我们是刚刚听见你房间里 传来了一声惨叫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才想要破门而入的 对对对 有这回事 你是谁 我 我 我是来 开门的呀 开门 他是 他 不是说唐老板出事了 要来救人的吗 事实已经证明 我的命是保不住五官媒酒店的 所以你们大家放心 是 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做那种蠢事了 走吧走吧 大伙 散了散了散了 快 那我也撤了 你说 我就用到 银路 好